各位你進我們OneNote的群組之後 這邊是有一個 即時問答 對不對 你可以點進去 我現在已經有 一個調查 放在上面 好 你覺得 學3D軟體會不會很難 你用新興的啦 新興越多代表越困難嘛 因為要摘新很難 對不對 好了你就按 送出就好了 傳送出去我就知道了 我們現在這個投票結果出來了 看起來 不難的 還有8% 那大部分可能 大家都覺得稍微 難度高一點點嘛 就中間以上 比較難的 今天應該收穫會比較多 因為我們剛剛有稍微跟大家介紹 隨後3D了對不對 你有沒有信心今天你真的可以做得出來 這麼沒有信心喔 糟糕糟糕 沒關係沒關係 好 反正 我們已經簡單做了調查之後 我先告訴各位這個軟體要怎麼啟動 首先呢你 剛剛解壓說了之後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這個資料夾 你點進去 這個軟體 他 可以在Windows SP上面執行 所以如果你真的電腦效能比較差的 好或作為系統 就還是比較早之前 S86可以用 那一般來講 大部分我們現在都是用S64 所以你就點兩下就好了 這樣OK嗎 點兩下 那你就會看到打開之後 會像這樣一個畫面 有沒有都是中文的 有同學需要英文版本嗎 我之前 這個軟體有上兒童班 有那個法國來的 所以我就把它切到法文版本 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這樣有沒有都順利打開 因為各位的電腦效能來講應該速度都還蠻快的 這樣OK的嗎 可以喔 好 所以你現在打開了之後呢 我們先 簡單 跟各位介紹一下他的介面 現在介紹一下他的介面 事實上他的介面呢 你如果剛剛有打開我們那個講義的話 在這裡我有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本身的基本操作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怎麼啟動他了 對不對 再來就是他的介面的部分 事實上他只有四個介面 就這四個區塊 首先 為什麼說這個軟體會簡單 因為 有點像你們小時候玩過的半家家酒 就算沒有玩過 有沒有玩過那個洋娃娃穿衣服的 有沒有 就跟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左手邊這裡 有所謂的3D模型區 我們再好好點不開 還有一些